新房装修 厨房设计尤为重要 尤其是对于烟机造具的选择 更为关键 那究竟是选择集成造 还是选择普通的烟机造具 相信是很多业主比较关心的问题 集成造 作为一种新式的锄电产品 大家对它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 有的人说非常好用 真是烹饪的好帮手 也有的人说 这玩意就是鸡肋 妥妥的智商税 那备受关注的集成造 究竟值不值得买 它相比于普通的烟机造 具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我家集成造用了两年多了 本期就和大家聊聊 真实的使用感受 首先 先和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集成造 集成造其实就是由 机顶 造具 消毒柜 蒸箱 储藏柜 集烟枪 风轮 电机等等来组成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多种电器的集成组合 常见的就是2加X组合 其中 2代表的是烟机和造具 X代表是个性选择 比如集成的消毒柜 烘干柜 蒸箱 烤箱等多样化的选择 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灵活搭配 满足不同家庭的使用需求 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集成造 它的优势在哪 1 吸油烟效果好 集成造 在吸油烟方面 是有绝对优势的 这主要是因为 它是采用侧吸下排的方式 吸烟口离灶台会更近 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油烟不过脸 目前市面上 大部分的集成造油烟吸净率 都可以达到95%以上 相比于传统的烟机 无论是侧吸还是顶吸 油烟在空气中停留的距离 都是过长 在这点上 是无法和集成造进行比拟的 我家两年使用下来 虽然没有进行专业的检测 但做饭时的油烟明显变少了 2 更节省空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新房户型 一般都是大客厅 小厨房 我家也不例外 因为厨房比较小 所以对于厨房设计 如何利用好空间 就变得尤为重要 集成造的特点是 不占用吊柜的空间 比传统烟机 能多出一米吊柜的储藏空间 第二点 就是它的集成功能 不需要再单独购置所需电器 比如我家的这款 除了烟机造具外 还具备蒸烤和消毒功能 满足实用性的同时 更大程度地 节省我家厨房的空间 3 颜值高 档次高集成造 还有一点比较吸引我的 就是颜值颇高 它是把烟机 造具 组合成一体机 所以在外观设计上更好看 给人一种高端大气的感觉 尤其是在厨房设计上 和橱柜搭在一起 整体性更好 也一定程度地提升了 厨房的装修档次 当然 每个人的审美是不同的 这也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 集成造这么好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买 它的不足支出在哪 一 价格太贵集成造 之所以市场销量不高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价格太贵 像市面上的传统烟机 四五千块钱价位的 基本就能买到一个 不错的品牌套装 但是这个价格的集成造 大概率只能选到个 入门级别的低端产品 不但功能少 品质也很难保障 稍微带点功能的品牌 集成造 基本都在万元以上 像我家这台当初入手时 就花了一万两千个大洋 据我了解 这个价格的产品 也是集成造市场销售的主力军 换言之 和普通的烟机造具相比 这个价格也确实太贵了 很多消费者 根本不愿意在这方面花太多钱 二 功能实用性不高 上面也提到 集成造是属于多种电器组合 但功能实用性并不高 比如 就拿最常见的蒸烤箱 和消毒柜功能来说 首先集成造 并无蒸烤技术积累 换言之 相比专业的蒸烤品牌机 在性能上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其次 因为排烟机 和机身内部管道 占用很大空间 导致消毒柜 或者蒸烤箱容量非常有限 主要原因是 静身不足 另外 如果家庭不需要消毒柜的话 那么 消毒柜的功能就显得比较鸡肋 而且也没办法改成其他的功能 三 维修比较麻烦集成造 是一体化的集成设计 属于多模块的电器组合 这就导致后期一旦出现故障 维修更换都比较麻烦 可能一个零件坏了 就会影响整机的使用 而且 集成造的内部设计也比较复杂 部分情况下 可能还需要返场维修 这就相当的麻烦了 当然 现在的主流集成造 大多数采用的是独立模块化设计 维修起来相对会省心很多 四 有安全方面的顾虑 很多人不买集成造 也是担心有安全问题 很多消费者对于集成造的印象 还停留在第一代产品上 那时候因为技术不成熟 确实有过爆炸的新闻 不过 集成造经过三代发展 已经可以避免深坑式集成造的安全隐患 但是 还是要提醒大家 市面上一些三无产品组装机 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安全是没有保证的 建议大家买集成造 还是要认准大品牌 比如像美大 火星人 森哥 艺田等 在产品质量和售后方面都有保障 总结一下 集成造值不值得购买 首先 你要知道 不论是任何一种电器产品 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完美 对于集成造也是如此 有优点就会有不足 是否值得购买 完全看个人的自身条件和需求 在我看来 如果家里做开放式厨房 就比较适合选集成造 毕竟它在吸油烟方面 要强于传统烟机 而且颜值和档次也够用 另外 家里的厨房空间太小 也可以选择集成造 空间的合理利用率更高 换言之 如果考虑购买成本 还担心后期维护问题 那不如选择传统烟机造具更实用 好 好